幸福 很幸福 幸福 很幸福 幸福 很幸福 幸福 百合 马上就要进入婚礼倒计时了 妈 我知道了 很幸福 妈 你看 是很幸福 我和明朗一定会很幸福的 幸福 幸福 你和明朗啊一定会很幸福的 来 让妈看看 看我的宝贝女儿多漂亮啊 你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新娘 哎呀 妈 我要结婚了 是啊 江百合小姐 你愿意让我黎明朗陪伴你一生一世吗 江百合小姐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 好 哥 怎么样 今天要当新郎官了 有没有很紧张啊 紧张倒是没有 就是有一点点担心 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我不能给百合一个幸福的未来 没有吧 没有吧 我听说了 你作为离世未来的掌门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啊 我相信你一定会给百合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好了 那我要出去招呼客人了 你赶紧准备啊 江百合小姐 你愿意成为黎明朗的合法妻子吗 我愿意 好 我先视频一下啊 请随意 你好 你好 你们俩这就干上了 请加抹啊 老江啊 来来来 咱们庆祝一下啊 第一啊 明朗和百合今天成亲了 第二呢 黎江马上就人手上市了 那以后之江的服装业 就咱们说了算了 是吧 那当然 那当然 来来来 干杯 来来来 干杯啊 干杯啊 老李 什么事啊 江总啊 出事了 什么事情 是 江湖着火了 什么 恭喜啊 怎么会这样 严重吗 消防车已经赶到了 正在救火呢 好 好 我先是陪你了 我马上就赶回去啊 怎么回事啊 啊 城里仓库着火了 我得赶紧回去 哎 庆家 哎 什么情况 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们干吗去啊 我家仓库出事了 啊 仓库出事了 啊 这什么事了 这是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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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哎 我也去吧 明朗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不能离开 我把事情处理一下 很可就回 啊 爸 哎 明朗 你今天不能去 今天你是主角 你要走了 这婚跟谁结呀 妈 妈 你让明朗去吧 他去帮一下江伯父江国母 这样也有个照应不是 谁照应不行啊 非得是明朗去照应嘛 什么事能大过明朗的婚事啊 我看今天这个婚礼 如果女方家长不在的话 也没有办法进行 明朗 你赶紧去 我留下了 哦 行了 爸 明朗 明朗 你回来 明朗 孙芳 给我回来 明朗 孙芳 哎呀 大川 你看明朗都走了 这怎么办哪 哎呀 你冷静点 他们一定会处理好 这件事的啊 江小姐 该穿婚纱了 嗯 好 这个婚纱 用不着这么着急穿吧 嗯 什么意思啊 哎呀 孙芳 哎呀 孙芳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把明朗抓回来啊 你急什么 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吧 哎呀 什么呀 你说这俩老子也跑了 新郎也跑了 这还怎么结这个婚呢 江家出事儿 还不知道是啥情况啊 来了这么多客人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 就是因为来了这么多客人 所以我才说呢 怎么收场啊 阿姨 你这 阿姨 发生什么事了 你家仓库着火了 城里仓库着火了 是啊 哎呀 白河 你别着急啊 那 那我爸妈呢 嗯 明朗和你爸妈 到你们家仓库去了 哎 白河 哎 你要去哪儿啊 新娘子第一天不能到处乱跑的 我要去找我爸妈 不行 你不要跟我任性啊 耍小姐脾气 别忘了 你还没过门呢 阿姨 真对不起 我过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婚 我们晚点再见 哎 哎 百合 什么 百合 江百合 你给我回来 你们怎么能把新娘都放走了 哎呀 这好好的婚礼给搅黄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大喜的日子 出这种事 哎 真对不起大家 爸妈 你们别这么说 不用着急啊 没事的 放心吧 小心点儿啊 小心点儿啊 住缘你啊 小心啊 小心 哎 有什么事啊 你咱们干什么啊 太危险了 是啊 太车了 怎么这么多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但是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爸 妈 明朗 你们在哪里 怎么不接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昨天 这里是火灾现场 我们刚刚了解到 江市公司董事长的司机 一位幸运的人工 在救火过程中受了伤 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 目前交往官兵 仍在奋力不久 黑马这火烧 这下里边全烧没了吧 江总的女儿来了 谁跟我们一起来 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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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让一下 大河 我爸我妈妈 您老呢 没看到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啊 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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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说两句吧 江小姐 大河 江小姐 大河 江小姐 别进去 江小姐 江小姐 说两句吧 好 别进去 别进去 让我进去吧 不好意思 好 走出去 妈 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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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爸 明朗 你们在哪儿啊 妈 妈 爸 妈 爸 爸 妈 爸 明朗 你们在哪儿 在哪儿啊你们 爸 这里太危险了 快点出去 爸 爸 快点给我出去 我要找我们 爸 爸 我帮我们拿回来 危险 快 跟我出去 小心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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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有人吗 有人吗 快来人哪 有人哪 有人哪 在这里 这边 快 别喝 快 起来 走 这里是火灾现场 请大家关注我们 后续的报道 火灾情况非常地严重 林先生 林先生呢 听说今天是 你家两家联姻的日子 请问会因为这场火灾 而取消婚礼吗 这婚礼还有女性呢 您是在否认这场联姻吗 什么否认联姻呢 百合 百合 出来 出来 将军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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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明朗呢 明朗在哪儿呢 我没找到啊 那 那江总呢 也没找到 江总他们会不会 还赌在路上 不能啊 就算是赌 也应该比我们早到啊 林天 林天 快快快 给明朗打个电话 问她在哪儿呢 怎么办呢 是明朗 明朗 喂 你在哪儿啊 我们在医院 什么 医院 医院 怎么 怎么会在医院呢 明朗 喂 你在哪儿啊 我们在医院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下面插播一条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江市集团仓库 今天遭遇火灾 集团掌门人 江市夫妇 在前往火灾现场的路上 发生了车祸 已送至医院抢救 目前情况不明 据说车上还有 黎氏公司接班人 黎明朗 事故原因 师父 师父 掉头 师父 师父 快帮我掉头 快 快啊 我们一起继续 明朗 发生什么事了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爸我妈呢 你快说话 等一下 等一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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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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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爸 对不起 爸 不要走 爸 爸 我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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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们是 陈秋月的家属吗 余生 我妈怎么样了 我妈呢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进去吧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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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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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 咱们等好了再说好不好 你先别说话 妈 妈 妈 要告诉你 其实 我们 我们 妈 不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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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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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孩子 怎么样呢 没事吧你 伤都没有啊 这脸上怎么了 说话呀 明朗 妈 你江伯伯他们呢 江青胡香 妈 妈 妈 你不要离开我呀 妈 妈 妈 你不要离开我 你醒醒啊 妈 你醒醒 妈 妈 妈 你醒醒啊 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太晦气了 大川啊 你说咱们的婚礼怎么办呢 这 这 红事 扮成白事了 这 这也太倒霉了 这也 本发 你胡说什么呀 当心百合听见 你什么人呢你 人家都那么惨了 你怎么还觉得倒霉的是你呀 你这死丫头是谁呀你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说话呀 我叫林草草 百合的好朋友 跟你这样的老太夫说话 我是有什么资格啊我 百合怎么能有你这种 没休养的朋友呢 你有休养 百合找你这样的婆婆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别瞎叫啊 什么婆婆呀 我还没认可呢 你别在这儿替她瞎叫 你 气死我了 我今天可算是见识了 百合嫁的是什么人家呀 什么什么人家呀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 够了 粉芳 别再胡闹了 这是什么地方 再闹你回去 好好好 我现在就走 九星那边还没完事呢 你等着死丫头 下魂见面再说 我等着 百合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妈 妈 妈 对不起 每个人家 爸 妈 你们怎么舍得扔下我 永儿还有好多话 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爸 妈 你们放心吧 我会替你们继续照顾白河 我一定会照顾好白河 我用我的生命担保 对不起 明朗 原来我现在无法顾及你的感受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相信我 我都没有怪不得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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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葬礼花了多少钱 好 这帐我都记好了 这么多 也好也好 不管怎么样 也算咱们对江家尽心了 爸 妈 我先上去了 明朗 明朗 你是公司的总经理 该收收心 操心一下公司的事了吧 我知道 妈 我想明天接百合过来住 什么 百合她没有亲人 也没有兄弟姐妹 我不想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更难过 你说得也对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但是 我觉得你好像想得太多了 我今天看百合的情绪 还不错嘛 还有啊 我要告诉你 以后江家的事 你别管了 忘你说什么 百合的事就是我的事 百合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怎么可以不管呢 而且 他父母这样 也跟我有关系 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啊 难道车祸是你故意造成的 妈 这个时候了 您就体谅一下明朗的感受吧 是 我知道 现在明朗不好受 明朗 出了车祸 我们心里都很难过 但这真的是天意 不是你的责任 你干吗要往自己身上拦呢 还有 你对江百合 已经尽心尽力了 你看你 小命都快搭进去了 说实话我没找他拼命 他还想干吗 他还要赖上我们吗 妈 怎么能说赖上我们呢 百合是我的妻子 是我的太太 是你们的儿媳妇 什么儿媳妇啊 婚礼就没有举行啊 本房 婚礼的事 我想和明朗商量一下 你要累了 就先上楼去吧 商量就商量呗 怎么了 还怕我听啊 明朗啊 你找时间和百合商量一下 让他直接搬过来吧 按照支将的风俗 你和百合的婚事 要一年以后再补办了 爸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慢着慢着 大川 这婚还用结吗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看 我的意思是说呢 结婚证没有令 婚礼没有举行 我们完全可以取消这个婚礼 知道吗 取消婚礼 明朗 我知道你喜欢那个江百合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你知道吗 那天在婚礼的时候 他特别特别降 我就担心你把他娶了以后啊 你想不住他 妈我就跟你说一次 百合我娶定了 我一定要娶他 明朗 妈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你要听妈说一句 妈绝对不会害你 你知道吗 现在这种情况 咱们家已经担不起江家这个担子了 如果作为朋友 你给他帮帮忙静静心 我支持你没问题 但是你绝对不能完全为你自己考虑 我们跟任何一家上市公司联盟 都比跟江家强 还有 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 你干嘛要拴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那女人多得是 如果你喜欢谁你告诉我 妈去给你提亲行吗 妈你拿我跟百合的感情当什么 是用来给你们 行家发财的工具啊 感情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黎明朗你要认清当前的形势 什么形势啊 咱们跟江氏的交情 那是一把火能烧得掉的吗 大川 你说你这人有没有立场 江氏现在什么情况 靠江百合一个人能撑下去吗 真不是我乌鸦嘴 江氏很快就要垮台了 即便我们再想帮他 我们也无回天之力啊 江氏要垮了 妈 我觉得 明朗的婚事 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 明朗 你怎么决定的 爸 我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吗 现在不是给你了 说吧 那好 我决定了 我要照顾江百合一生一世 我明天就把他接回来 李明朗啊李明朗 你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你 你现在要选择和江百合结婚 那你就是把自己的幸福葬送了 你明白吗 恐怕我的幸福不是重点 而是离家再没有钱可捞了 这才是重点 你为什么要跟我抬杠呢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理解过我的感受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每个人都少说两句 明朗 别跟你妈赌气 爸我跟你说 在本合最需要亲人的时候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好 做人哪 就得有情有义 行 你 还有你 你们都支持他 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这样做 都是在害他 妈 爸 我觉得 现在这个形势啊 是这样的 我们离家和江家 都是同一个生意圈子里面的人 外面人盯着我们这块肥肉 这口水都流到我们家的门口了 所以不管 是结婚也好 不结也好 我们还是要安排土大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只知道 黎明朗现在不能去江拜河 我决定支持明朗 我不同意 如果妈不能接受没关系 我可以去百合江 你威胁我 你干什么 你给谁打电话 你 喂 百合 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你 反了你了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家 还是我说了算 我明天就去找江拜河 我告诉他 他要想嫁到我们离家 没门 把他拦住 一会儿好好说 一会儿好好说 妈 让我跟明朗好好谈谈 我们上楼吧 我们上楼吧 我大腿 你呀 早晚给我弄出点事来 好了好了 明朗 哥知道你心情不好 可妈一直都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你就别跟他较劲了 我知道妈身体不好 我也不想让她生气 但是这个时候我真的不能听她的 你也知道咱妈本来就是一个强势霸道的人 我们能拿她怎么办呢 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看来 你是铁了心 要跟她对着干喽 为了你心爱的百合 哥 我跟百合之间不仅仅是爱 我跟她之间的感情 你们不会理解 也无法理解 我理解 你对她除了爱情之外 还多了一份责任 因为她爸妈的事 所以你觉得对她很亏气 是吗 车祸这件事情 我还是无法原谅自己 那你好好推她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哥一定会支持你的 这门被锁上了 明朗 这门锁上了 这门锁上了 怎么了 门开不开了 谁锁的门啊 开门啊 有人在里面 开门 明朗 肯定是妈 她把我们反锁在这儿了 为什么 估计她 是怕你掺和百合家的事 怕你出去吧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百合 好 谢谢了 帮帮忙 谢谢 先生 谢谢您 请帮帮忙 好好好 先生 先生 谢谢 请帮帮忙 红衣 红衣 赶紧的 轮到你职业办了 先给106换备单 109房的病人 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这就去 等等 这是什么 又在找女儿了 我们叫下请 谢谢 怎么样了 好 restart 好了 好 好 还好 肝 你 怎么 还好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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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夏 你怎么在这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百合家 你这是为了去百合家 从那么高的地方 爬下来吗 是不是江百合 让你这么做的 你说什么呢 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明朗 你不能去 江百合他不值得你这样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犯傻 明夏 你今天怎么了 别闹了 我先走了 不要 明夏 你怎么了 我转不过气来 你笑喘又犯了 那你不要呢 要没带 没带 没带 快送我去医院 好 去医院 走吧 林夏 你没事吧 你看看你 病人又投诉你了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有活就好好干 别东打听西打听的 那些都是病人的隐私 你不知道吗 知道 这个我知道 我 我就是想 你就想找你女儿 弘仪啊 现在是上班时间 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这以后谁还会请你啊 你好 你好 你是护工吗 你是护工吗 我请你吧 病人名字叫宁夏 拜托你了 谢谢你 谢谢 就这样 这不是那个新兰官吗 这不是那个新兰官吗 草草 我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这件事 白鹤 李家那老太太就是这母老虎 你以后可怎么办呀 草草 这几天辛苦你了 说的什么话呀 这么客气 吃饭 李伯的伤势怎么样了 他 挺严重的 不过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但就还是不能说话 他儿子已经把他接回老家志去了 说这样方便照顾一点 李伯跟我爸好多年了 看着我长大的 他那边也多照顾照顾 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放心吧 我都会安排好的 希望他早日康复吧 抗议 坚守 还我薛汉钱 坚守 抗议 还钱 抗议 还钱哪 你们这些坚守 还我薛汉钱 坚守还钱 坚钱不还 坚家坚钱不还 坚钱还钱 你去哪儿啊 我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吗 这种人咱们惹不起 还是先抖一下吧 有什么可躲动 江家都拒绝 我们又没做错事 百合 千真快还钱 百合 还钱 监守 还钱 还钱 想当缩头乌龟是不是 看来不给你们点厉害 你们还真不出来 二狗子 咋 看你出不出来 住手 你要干吗 关你什么事 撒手 你是他们江家什么人哪 我们来要钱 关你屁事啊 江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怎么了 你们是什么人哪 干吗来我们家闹事 这不是江家富二代吗 不对 不对 现在应当是变成穷二代了 你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你呀 你们来我家要什么钱 我代表全场员工 来要欠我们上个月的工资 对啊 还有利息 赵全孙 我认识你 公司去年就把你辞退了 欠你什么钱啊 江总夫妇已经不在了 你能积点口德吗 行 狗子 咋 干什么 你要干吗 欠债还钱 你干什么你 欠债还钱 赵全孙 你积点口德行不行 赵全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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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你发 你给我 你干什么 还钱 赵全孙你干什么 还钱 别打 你别打 别打什么 你干吗 你进去 你不要管 你们这些奸行 还钱 你快进去 现在还钱 还钱 快点快拍 干吗 江小姐请问一下 江市拖进工资的情况 不好意思 是不是属实啊 还钱呢 江小姐 别拍了 江小姐 不好意思 别拍了 到底发生了 记者 同志 他们江家 欠我们几千员工的钱 到现在还没还 还打我 你说我们都国家带口的 我容易买我 把我都推打了 你说还让不让我们活来啊 破坏 芈朗 芈朗 姑娘 你醒来 你是谁啊 我是医院的护工 大家叫我弘仪 你也叫我弘仪吧 刚才有个小伙子 雇我来照顾你 明朗 是明朗 他现在人呢 哦 他刚刚走了 姑娘 你病没好呢 不能走 姑娘 你 你干吗 昭帝 我说你这个人神经病吧 你身上的伤疤怎么来的 我身上的疤怪你什么事啊 明朗呢 明朗到底去哪儿了 你快给他打电话 他可能还没走远 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追通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 哥 咱这样就算完事了 又发生了一起 讨薪纠纷事件 别急 这事没那么简单 老板说了 事闹得越大 钱给得越多 林明朗先生 这事啊 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知道此次事件 丁嫂 太太早 毛球呢 毛球在后头呢 您去看看 把早餐给明朗送去吧 是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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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什么情况啊表哥 什么情况 我问你这是什么情况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上去看看 我告诉你啊 明朗要是有个闪失 我就拿你试问 不不不不不不不 表哥你听我说啊 他 他是这样 行了行了行了 这事和我没关系啊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表哥你听我说啊 这事真是和我没关系 太太 林先生 什么林先生啊 此事是否显示江市 已陷入了财务危机 黎市集团的总经理 林明朗先生 林朗 是否会介入解决这个事件呢 他到底什么时候走的 我去明朗房间 出来的事离开 天哪 这 太太这早餐 什么早餐哪 去去去去去 赶紧拿回去 是 快给明朗打电话 就跟他说 你妈病得非常厉害 让他马上回来 表哥您忘了啊 明朗那手机不是让您 咔 四分五裂了吗 我都让他们给气糊涂了我 反正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把明朗赶紧给我叫回来 然后呢 你就到电视台去 找他们负责人 让他们赶紧给我停播这个 一段新闻 不是林荡电视台咱家开的呢 你怎么什么都干不了呢 去去去 我去 什么这都干不了 我要你干什么 妈 这一大早上呢 怎么了 李天 我正想找你呢 你说你为什么帮你弟弟逃跑啊 万一他要从楼上摔下来 摔得跟你腿一样瘸 怎么办呢 对不起 妈 我不会再纵容明朗了 这下好了 昨天晚上去了江家 一夜都没回来 万一他跟江百合两个人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怎么办呢我 没个伤心的人 气死我了 喂 百合 是我 明朗在你那儿吗 哦 在啊 你找他 等一下 谁呀 明夏 喂 宁夏 明朗 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你 是啊 我的手机被我妈摔坏了 找我什么事 我也没什么事 你 你能来医院看看我吗 现在 现在不行 我要陪百合 这样吧 我有空的时候去看你吧 我知道了 好 再见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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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百合 江百合 我恨你 李明朗啊 李明朗 我生你养你 你就这样对待我 你别想把那个江百合取进家里 我不会让步的 妈 是李天哪 明朗呢 回来了吗 你在这里碎碎念能有什么用呢 他听不到的 再说了 他要是不想回来 我们全家人去绑他 他都不会回来 我一定会把他抓回来 他要是敢取那个江百合 我就把他从家里撵出去 我就让他去受苦 你一直是刀子嘴 豆腐鸡马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您是怎么对明朗的 走着怕摔着 吃饭怕掖着 碰在手里又怕化掉 不让他回来 你也舍得吗 李天哪 你要知道 我和你爸把你们俩拉车这么大 真的不容易 早年咱们家很穷 没有钱 你爸骑个破自行车带着我 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说实在的 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我连几分钱的公共汽车 我都不舍得做 才打下了这份佳业 现在好了 生活好了 你们长本事了 他就能这样对待我吗 妈 你这样有何苦呢 明朗现在是逆反心理 要不我们换个方式试试 顺水推舟 让他出去碰碰钉子 碰疼了 他自然就会回家了 黎天哪 明朗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 我就心满意足了 妈 你看 这是明朗 嗯 怎么 我们越使劲 他谈得越远 倒不如 我们就不要给他压力了 那我们怎么做呢 换个方式试试 换个方式 换个方式 来 吃东西 明朗 你已久没回家了 你爸妈会担心你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没事 白河 不如这样 你跟我回家吧 这样我好照顾你 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明朗 现在 我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这些 明朗 明朗 你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吧 明朗 白河 明朗 明朗 怎么了 明朗 怎么了 什么都别说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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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表姑到处找你呢 怎么了 对不起了 白河 见明朗先用用 对不起 对不起 白河 走走走 我去去就回来啊 对不起 我妈是不是还没起呢 我回来不是找爱妈吗 你不知道啊 刚才表姑发飙的样子 连我差点都给灭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 全家都跟着遭殃 知道吗 老公 别公 让我给抓着了 你要杀幼怪 就您一句话 爸 我昨天 昨天你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白河 白河现在心里难过 你真的应该留下来陪陪他 这是对的 不过爬下楼 这可不太好 是 明朗 我刚刚看了电视了 白河家又出事了 怎么样 没事吧 妈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您这样子我受不了 你怎么就受不了了 我担心一下白河 你就受不了了 那我要说 让你把他接回家来住 你是不是就更受不了了 您愿意把白河接回来住 这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你呀是我的宝贝儿子 只要你开心的事呢 那我也开心 我都宠了你二十几年了 难道还在乎这一次吗 可是白河她不会来住的 为什么呀 难不成还要等我亲自去接她是吗 不是 我明白白河的心思 她现在需要时间去调整自己 你看你看你看 我这一片好心 人家还不领情 得得得 我也不管你那事了 大华 赶紧过来 给毛球儿喂饭了 来了 稍等一会儿 来了 您好 请问查清起火原因了吗 我们初步调查 它是从配电箱烧下来的 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截取了事发现场的一段视频 发现火灾前有一个人进入了现场 是谁啊 由于角度问题 我们也没有看清楚脸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可以 根据这个人的体型体态 我们也不排除她是一个男的假扮呢 你们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吗 这个人眼熟吗 工厂人太多了 我一时也想不起来 火灾跟这个人应该有很大关系吧 这个还不确定 不过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好 想什么呢 百合今天去消防处问过了 工作人员说 火灾发生前 有一个可疑的人进入了现场 我在怀疑这火 是不是有人故意放的 是吗 不过你也用不着太担心 我觉得警察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百合遇到这么多麻烦 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明朗 放心 僵士火灾的事情 我来帮你处理吧 你说得是 百合一个女孩子家 这种跑腿打交道的活 她出面是不太方便 明朗 百合现在嫁给了你 就是我的弟妹 所以大哥我一定会帮助她 谢谢哥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 是要把百合接回来 你想她这样一个女孩子下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现在连一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 这样的确是不行 再说了 我知道最近厂里面的人 常常过去闹事 她一个人住在那边 的确是很危险 我跟她提过了 但她没有同意 可能她是舍不得 离开她爸爸妈妈待过的地方吧 那就更得赶紧把她接回来 免得那些不知情的外人 误会我们离家薄情寡义 没错 你大哥说得没错 这样 就明天 爸陪你一起去百合家 把她接过来 那太好了 有爸出面 百合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嗯 好了 不要担心了 谢谢爸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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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 百合 你没事吧 百合 这是怎么回事啊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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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特地过来是希望 把你接到我们家住 谢谢叔叔 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 可是 我还是想待在自己家 百合啊 怎么还叫叔叔啊 你和明朗的婚礼虽然没有举行 但是在我心里啊 你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 明朗的心事你可了解啊 我当然了解了 只是 这家里 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爸妈的气息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你还是不了解明朗啊 你知不知道 明朗看不到你 吃不下睡不着 百合啊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我一想到你现在的处境 我这心里 就不是滋味了 我很抱歉 百合 其实我妈也很想过来接你的 她也希望你可以 早日换一个环境 而且我们住在一起 也可以有个照应嘛 可是我担心我现在的状态 会影响到大家 百合 你小时候常常住在我们家 怎么现在长大了 反而还生分了呢 我 百合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要守在你身边 爸 让大华把我的东西搬过来吧 好 不用了 我跟你们回去 好 百合啊 一会儿看到你阿姨的时候 别忘了喊妈 好 百合 百合 你终于来了 我都等了很久了 阿姨好 好 来来来 进来吧 等一下 本方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你别管 赶紧回屋休息吧 去吧 你呀 来 进来 等一下 明朗 我没说叫你从这儿过 我说的是啊 来来来来 快快快 你从这边过 妈 你干什么呀 我这是让不该进来的东西别进来 你别管 百合啊 来 跨过来 来来来 进去吧 来来来 百合 快来 坐一会儿 咱们俩好好聊聊 坐一下啊 来 箱子给我吧 好 百合啊 你能住进来 我真的特别特别地高兴 但是呢 这个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呢 必须得对你约法三章 嗯 有些丑话呢 我也得说在前面 希望你别见怪 妈 什么约法三章啊 搞那么严肃 哎呀 我跟百合说呢 你听着就行了 没事没事 阿姨 您说吧 那我就直说了 我们老一辈人讲啊 家里头有去世的人呢 儿女必须行孝三年 当然了 我也不是想让你守孝那么长时间 一年是必须的 所以呢 在这一年之内 你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知道吗 嗯 我知道 还有啊 你跟明朗没结婚以前 必须分房睡 明朗住在楼上 你住在楼下 这能做到吗 妈 你这是要看着我们呢 你看这孩子说的 我怎么是看着你们呢 你一个男孩子 怎么着都无所谓 人家百合不一样了 人家还没过门呢 到时候让人亲戚朋友的说闲话 是吧 百合 我明白 阿姨 阿姨说的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哎呀 真好 你呀 过去呢是江家的大小姐 有你爸 你妈守护着你 你爸妈没来得及教你的规矩 你放心 我会教你的 我会好好学的 百合 让阿姨好好看一看 这皮肤可真好 长得也漂亮 越来越端庄了 是吧 明朗 百合现在已经来了 你就不用操心了 怎么样 好好到公司 去打理公司的事吧 有妈在这儿 你就放心吧 我呢 想跟百合好好聊聊 妈 百合也累了 你让她休息一会儿 你看你这孩子 你怕什么呀 你还害怕我吃了她不成 我们女人有女人的话题 去去去 赶紧去 嗯 那行 那我先回公司了 去吧 去吧 我们离家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倒霉 不是遇到死人就是遇到病人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啊 我脸上有字吗 怎么了 你不明白是吧 那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觉得我们离家现在太晦气了 知道吗 我告诉你呀 江百合 你别自作多情行吗 我们家黎明朗啊 对谁都那么好 对谁都那么热情 知道吗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们黎明朗啊 从小我就给她买了很多玩具 但是她呢 玩一个扔一个 玩一个扔一个 最后我根本就不知道 她对哪个才是最喜欢的 明白吗 我明白了阿姨 丁嫂 丁嫂 来了来了 你干嘛去了 赶紧带江小姐回她房间休息 是 江小姐请 好 喂 喂 江百合呀江百合 不出几天 你就会自动离开明朗 到那个时候 你从哪来的 就给我滚回哪去 江小姐 你暂时先住这一间 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不过隔壁有洗衣间 我就住在对门 有事随时吩咐我 好的 谢谢你 那你早点休息吧 百合啊 那个房间有点小 委屈你了啊 没事啊 不过我这几天啊 做做表哥工作 让他给你调剑房 好 刘大华 说什么呢 少管闲事 该干嘛干嘛去 阿姨 百合啊 怎么样 这房间是我特意给你安排的 你还记得这间屋子吗 这不就是明朗以前的那间书房吗 你们那时候啊最喜欢待在这了 阿姨 让您费心了 待会儿啊再好好看看还缺些什么 我让丁嫂给你准备 好 怎么没有枕头啊 这个丁嫂 这样吧 要不然待会儿 你到明朗房间 去拿明朗的枕头先用一下行吗 不行 还是我去吧 阿姨 不用了 您别去了 一会儿我自己去就行了 那你可记着啊 待会儿一定要到明朗房间去取啊 好 谢谢阿姨 USB C C B I 白和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这不是枕头好几个呢 随便拿吧 别不好意思 来来来 我帮你拿 你说这有什么呀 不就是一个 我的天哪 女人的内裤 那个没事啊 你看明朗这孩子 自己这么不注意 这东西也不放好 放在家里有一些晦气啊 我把它扔了 白和啊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咱就只当没看见 我这就扔了它 太晦气了 真是晦气 江小姐 这刚买的内裤怎么扔了 多可惜呀 那不是我的 怎么会不是你的呢 行了 行了 甭管是谁的 走了走了 出去了 出去了 是太太让我 我给你买的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让你买的呀 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你们这些人哪 就唯恐天下不乱 你再这样胡说八道 我就让你滚 阿姨 您别生气了 这个内裤是我让定嫂买的 那 那 那就没事了啊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哥 找我啊 等一下 好 送给你的 这么客气啊 不过这个电话应该是妈赔给我的 你吃了豹子打了 赶上她赔 我有张电话卡是在买手机的时候送的 那刚好呢 那个号码的尾号是你的生日 也归你了 别了 我之前这个号码已经用了很久了 坏号很麻烦 还是用旧的吧 你知道吗 现在的男人出来 很少只用一个号码的 跟你开玩笑的 看你对自己的手机号这么专一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对百合这么痴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田子滕